姐妹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Yoyo 那今天呢我要介绍我写的这本书 其实还有我很多很棒的占卜师 跟我一起和写的 那这本书呢是2017年卢恩符文运势 所以最喜欢用这个卢恩符文密码呢 你看魔戒 哈比人 全部都用这个密码 当然 如果你们看到的是那个 你们看过哈利波特 天狼星 他身上的tattoo 其实都是卢恩符文 我们就靠这些密码呢 可以传递不同的讯息 包括与神与精灵 与人的讯息都在里面 所以以前女巫很多都会 不用英文字母 不用拉丁字母 用卢恩符文来把它的 譬如它的配方啊 或什么东西 把它写在里面 卢恩符文它是战斗民族所使用的 就是维京人所使用的 所以卢恩符文它会告诉你说 对现在有个 它会很残酷的告诉你 对现在有个坏消息 但是我会教你 怎么去打这个胜仗 它非常善于 刻画人性的黑暗面 就你有些阴暗面 它也会处理 你有些人其实是浩大喜功 但是并不专业 它也会告诉你说 对你的主管就是浩大喜功 又不专业 但你要怎么样去做 它有很多的方式 比如用引导取代指导 所以你就要去看 我的主管是什么样的符文 我的同事是什么样的符文 我的小人是什么样的符文 我跟各位讲 有时候小人走不了 那也不可能是我走啊 那我只能让这个小人 怎么去跟他相处 有距离的相处 是还蛮重要的一个方式 所以卢恩符文呢 它是北欧围巾战士 当然 挪威啊 芬兰一带的人 围巾战士所用的一种占捕 那因为他们每一次出去 不论是做海盗 不论是去打仗 不论是 如果就算他们真的是捕鱼好了 其实海象是非常可怕的 都是面临死亡 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个女祭司 所以女祭司呢 就会用卢恩符文来占捕 知道这一次 这一次是好运呢 还是坏运 人们说 啊老师我从来没有听我的文符 一个礼拜有七天 您会觉得英文为什么念的那么奇怪 Monday ok 月日月神日嘛 Moon 然后可 Tuesday Winstay Thursday Friday 你想不出来它到底从哪里来 我可以告诉你们 礼拜二Tuesday Tuesday是我们的战神泰尔 Tuesday Tuesday的天 Tuesday 然后Winstay Wooden就是奥丁的古英文名 Woodenstay 就是它的圣日 Thursday 索尔 索尔 Stay 大家应该知道吧 索尔 索尔日 Friday Frega Stay Frega大家如果看完路文符文就知道吧 那个奥丁的老婆不是叫Frega吗 有个人叫Frega Frega是另外一个女爱神 但是 所以大家常说礼拜五是爱神日 你们经常听过嘛 什么金星日啊 什么爱神日 可你想礼拜五到底跟爱神是什么关系 Frega Stay 真正的因为Frega就是爱神 那Frega是家庭之神 那只有一个日子跟北欧没什么关系 叫Saturday 它是Saturns Day Saturns Day那是罗马里面的一个农神 农神日 所以 虽然过来是Sunday太阳神日 其实它的每一个神的日子 很多人也不知道而已 那这七天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其实对我们人家最重要是 每一天可以做不同的仪式 每一天可以占卜不同的事情 如果你要占卜的是爱情 礼拜五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如果你要占卜的是你的 其实跟正义有关 比如说官司啊官妃啊 或者要跟人家讨论什么 我们要bargain一些 谈判一些事情 礼拜二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礼拜四Sor's Day 大家知道索尔嘛 其实如果你要讲事业 你是个业务 礼拜四是很好的 如果你要好好地念书 想要有智慧的 或者什么之类的 或是领导者的 Wooden's Day 礼拜三奥丁日 那礼拜一是干嘛呢 礼拜一对我而言 我都是休息的 休息日 因为那月亮 月亮是让我们冷静 宁静 让我们平静下来的时候 那礼拜六 你就可以开始 就是开始准备一些 我可能之后要 下个礼拜我要做什么 我可以像这一天 想一想 你下一周要干嘛 那礼拜日 其实在我们的文明里面是说 礼拜日 享受太阳的能量 把这个多出去玩 所以礼拜六反而是 要规划你下礼拜要干嘛 礼拜日才是要好好地去享受 卢文符文它其实默默地在我们生活当中 可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还是觉得 那为什么卢文符文如果这么厉害 我们礼拜一到礼拜日都有他 那为什么还是大家没听见 因为有一个人 非常的崇拜使用 卢文符文 也让卢文符文变得污名化 那个人就是谁 希特勒 大家知道其实卢文符文 卢文符文你想好 我们在讲北欧嘛 他其实讲就是日耳曼人 随随崇拜日耳曼 就是希特勒 你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符号 而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完全就是卢文符文的符号 你们在电影的元素可以看到 但是它不会跟你特别解释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很像万字的 这就是 它就是希特勒的 你知道吗 的符号 它真的意思是什么 叫太阳之轮 雷神之锤 也就是说呢 它有强大的魔法 永不停息的力量 因为它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跟希特勒有关系 所以它就完完全被打压下来 它就变成一种不信的东西 那再过来就是 北欧人呢 他们觉得这么好的符文 不能随便的写在地上啊 或什么 他们会写在木片上面 这是一个更糟糕的决定 因为木片会腐烂 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留下来 现在所留下来都是 磕在石碑上面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人皮上面 因为他们你看他们的战士 会磕各种符文在自己的身上 甚至是满手满身体的 他就觉得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我刻奥丁符文 奥丁神就会在我的身上 给我力量 雷神会在我身上 他们有时候器具上面 都会有这些 还有复合式的符文 就是可能有雷神的符文 有战神的符文 有什么什么 结合在一起 在我们身上 比如说我想要有爱情 好 我也会用一些符文在我身上